刘河源的英文秘籍 一所欲言学英文第十四集 我们先念一下 这一集的一所欲言 小孩子看看蛮好 小孩子学英文 小学生 国中生 甚至高中生也可以 英文程度 就是还在 还不是很好 刚起步的时候 学一学蛮好的 这一集的Fox and Grapes A first one day Spy the beautiful bunch of rive grapes Hand in front of vine Trained along the branches of a tree The grave seemed ready To burst with juice And the fox's mouth watered As he gazed lonely at them The bunch hung from the high branch And the fox had to jump for it The first time he jumped and missed it By a long way So he walked off a short distance And took a round leap at it Only to fall short once more Again and again he tried but in being Now he sat down and looked at the graves In disgust Where the fool I am he said Here I am wearing myself out To get a bunch of sour grapes That are not worth keeping it And off he walked very very squally There are many who pretend to despise them below That which is beyond their reach The fox The fox 狐狸啊 Fox 葡萄 因爲葡萄呢 一颗一颗 因爲它有很多葡萄串 很多颗葡萄 在加一次 一只狐狸啊 你说狐狸为什么大写啊 专有名字的大写啊 或者是一个句子的开头大写 它又不是啊 英文里面有说强调啊 强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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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一个字可以大写啊 那这是 比较少啊 比较少 但是可以这样子啊 一只狐狸呢 有一天呢 spied 本来是spied 名字是 密探 间谍 但是也可以当动词啊 所以英文有 一字多意 一个字很多意思 一字多词性 一个字很多种词性 好 所以这边也可以当动词啊 就是监视啊 就是一直监视啊 就一直看 看一个很漂亮的 亮就是一串一串的啊 ripe 这边形容词啊 就是成熟的 成熟的葡萄啊 这个成熟的葡萄 因为葡萄有 红葡萄啊 紫葡萄啊 绿葡萄啊 白葡萄很多啊 所以葡萄酒 红酒 红酒 红色的葡萄 白酒 绿色的葡萄 或白色的葡萄 比较浅 所以喝这个红肉 吃牛肉 配红酒 吃白肉 吃鸡肉 配白酒 什么颜色的肉 还有海鲜 配白酒 看到一串很漂亮的 成熟的葡萄呢 就是垂吊 挂着 挂在一个 葡萄 葡萄藤 葡萄树上面 train本来是火车啊 怎么这边变train啊 也可以当动词啊 一直多慈性啊 本来是火车啊 也可以是 火车就是 很多节车箱嘛 就是一串一串的 一列一列的 但后来变动词 也可以是婚纱礼服啊 婚纱礼服那个裙摆啊 有时候很长啊 拖给好几公尺啊 像Diana结婚的时候啊 英国皇族啊 贵族啊 皇家结婚的时候 新娘上面 这个拉得很长 像火车一样嘛 一节一节的啊 就是拉得很长的意思 拖冷藏啊 沿着这个branches 就是树枝啊 这个葡萄树的上面啊 垂吊下来 很漂亮 这个葡萄树 这个葡萄啊 sing ready to burst with juice Juice就是果汁啊 这边就是多汁啊 就是葡萄 这些葡萄一串一串的 sing ready 好像是已经可以开始 burst啊 爆发出来了 好像那个葡萄的里面 很多汁啊 葡萄的水分多 好像爆出来了 虽然没有真的爆出来 干涨 垂涎欲滴啊 很多汁啊 看起来很想吃 然后这个狐狸的嘴巴 Water Water是水啊 名词啊 怎么又变冻词啊 一字多词性嘛 所以这边好几个例子啊 就是流口水了 Water 也可以是浇水啊 浇花浇水 所以Water也可以当成冻词啊 所以我们这学习的英文蛮好的 这一所预言啊 看起来是简单 可是有时候这个英文 因为这个英文写起来 有时候算简单 可是有时候有些词 有些词也不认识 有些词又可以这个 一次多词性 词性变来变去 意思变来变去 所以英文是很活的啊 你不要看这个童话故事啊 这都是大人写 不是小人写嘛 所以他的语言的功力 还是蛮好的啊 像这一篇蛮好的 Egaze 就是明是看着啊 眼睛看着 Longing里就是很期望的 这是家里外 是副词啊 如果光是Longing 就是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熊词啊 就是眼巴巴的看着它们 Longing就是很想要的 去看着它 可是狐狸嘛 这个要跳嘛 要把它抓下来啊 因为它不像人嘛 人可以用手啊 踮个脚 用手去抓 或者是拿个梯子 狐狸不行啊 这个动物啊 动物基本上 为什么不像人呢 因为动物没有拇指啊 拇指很方便啊 动物都是一个那个爪子 没有拇指啊 所以它没办法使用工具 脑袋到也没有想到 Bunch 这是一串的葡萄啊 从这个很高的这个枝上面 悬吊着 所以狐狸啊 因为人是站着嘛 人的脊椎是直的嘛 动物是横的嘛 所以动物就站起来很累啊 所以你养小动物 你尽量不要让它站着走啊 站着它也不会走 也很累啊 有时候要去训练马戏团 那很不人道的 就像用 你叫人啊 趴着去跑 那很累啊 那你叫动物啊 它脊椎是平行的 你叫它站起来走路 用那个后面两只脚肘 它很累啊 很累 要不是你要喂它东西吃啊 或者你 你会惩罚它 那很伤脊椎的 因为这个葡萄啊 高高的挂在 挂在这个数字上很高啊 然后这个狐狸呢 Head to 就是必须啊 They must 必须要 jump 跳 跳起来 那第一次呢 它跳起来 但是 miss 就是miss就差一点 就失败 没有得到 不然老公就差很多啊 很长的路啊 就差很多 不是真的很长路 就差很多 然后它走开 off off就是离开啊 所以off也是离开 await也是离开 就是走开啊 off也可以是没有上班 就是不是工作时间啊 所以这个 英文很多这个接系词啊 跟这个像这种副词没有 我来复制学会很大 所以我在我的 特殊文法篇里面都提到 这些字很 一般人搞不清楚啊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学会很大 它就走开啦 走了一个短的距离啊 就是比如说 退个两三步 三四步 四五步 退 略退一下 and take around and leave 就是用跑的 又跳 先跑再跳 只是差一点点啊 再一次 又差一点点 然后again and again 就再一次再一次 又四三次 四十五次六次 但是 都是 都是差一点 就是太高了 跳不到 比如说 那个有 三公尺 三公尺高 可是它只能跳两公尺多 还是差一点 因为就是 无效 这是 这个叫成语 这叫成语 成语跟片语不一样 成语有固定的意思 有固定的排列组合 有时候 这个 字面上的意思 跟诗语上的意思 不太一样 那现在呢 他说这样 这是狐狸子要坐下来 累了吗 跳很多次都跳不到 累了 就坐下来了 休息一下 然后看着这个葡萄树 in this guy 就是很生气啊 this guy 讨厌我看不清你 讨厌 就是很生气 真他奶奶 真他叉叉的 老师跳不到 气死我 这个 那么好吃 老师差点跳不到 然后他说 我真是笨蛋啊 here就是 here 也可以说现在 也可以说在这里 here 这个也没什么意思 也不一定是这里啊 它就是 就是一个 语助词啊 像在呢 wearing wearing 一般是穿戴 穿跟戴 意思夺一嘛 另外意思是消耗 消耗我自己的精力 去 想要得到一个酸葡萄 但是这个酸葡萄 这不到not worth 不值得 gaping gaping for gaping for 就是一直想要啊 它不是gap gap gap本来是 这个空隙 不是它是gape gap 它不能当动词 它是gap 不是gap 因为gap e加ng e去掉 所以就是 一直看着 一直很想要 本来gaping gaping 所以这个两个发音很差很多 如果说空隙是gap 是gap 是大选择 gap 就是一直张着嘴巴 一直看着 叫gap 不选择 一个gap 一个gaping 差很多 就很想要 end off off就离开 就离开 这应该是walk off 或者walk away都可以啊 就是gonfully 就是很轻视的 就是不屑 不屑 因为我跳不到嘛 抓不到嘛 这个没办法吃到葡萄 所以他就走开了 然后轻视了 去 什么东西嘛 什么东西嘛 这什么葡萄嘛 酸葡萄 有什么了解啊 我笨蛋 为了这个酸葡萄 因为他说 这葡萄一定酸的啊 我跳不到就是甜葡萄啊 我跳不到 这葡萄一定酸的啊 所以老天有眼啊 那个甜的葡萄就让我跳到啊 这个一定酸的啊 所以我跳不到 酸的不吃了 很蔑视的啊 很不屑 抓了抓了 就是酸葡萄 跳到吃了也没有 酸的我牙死 他的弦弯之音就是 near and many 其实有许多人啊 这个who叫关系代名词啊 这代表这个 many是代名词啊 他也可以当形容词啊 many many什么 many students 但他本身也可以当代名词 有许多人啊 他们啊 假装啊 假装啊 假装这个despice 就是不屑 轻视 还有belittle little你说不是一点点吗 很少的啊 加一个be 就变动词 belittle despice也是动词 belittle也是动词 也是轻视 所以连续有两个轻视啊 这个蔑视 轻视 鄙视 彼视啊 看你怎么翻 两个意思差不多啊 despice就是有点厌恶啊 有点这个轻视带点厌恶 belittle就是小看 两个意思 当然差一些啊 所以英文很多字啊 意思很接近 很接近 可是英文程度好的话 你还是可以区分一下 它有些细微的变化啊 当然有些字几乎都一样啊 也有 但大部分就是接近 可是可能是程度啊 或者是意思有点些微的差距啊 因为文的话就用一个字了嘛 它两个字一定是很生气 普通生气啊 非常生气啊 我这是很讨厌你的生气 这个看不起你啊 这是我就是 我没有讨厌你 我就小看你 那that 也是这个关系代名词 这that也可以当关系代名词 也可以到那个充数连接词啊 这watch 你看连续有两个啊 就是 就是他们啊 超过了 比一样就是越过了 超过了啊 超过他们可以reach 可以达到的范围啊 意思就是说 你得不到东西啊 你就侵蚀他 因为为什么 我很想得到你啊 可是因为我得不到你啊 所以我只好污蔑你 叫酸葡萄欺你 啊林志玲啊 很漂亮啊 跟你追不到啊 而且现在已经结婚了啊 更不可能就 哎呀也没什么好看嘛 也会老嘛 也会人老猪黄嘛 哎呀 娃娃英啊 很恶心 就是因为你得不到他 得到你 哦太好娃娃英 好好听啊 啊漂亮啊 老了我也喜欢 得不到哎呀 老了人老猪黄啊 娃娃英啊 一大堆啊 好假啊 你就会去污蔑他 所以人都是这样子 得得到的时候 哎 就不会说难听啊 得不到 啊 就讨厌啊 所以政治上也是这样 跟我同类啦 犯错啊 小错啊 没事啊 这个给他一个机会吧 啊 不是我的政党 犯一点小错 给你死 全部出真啊 出草 打死你 骂死你为止 啊 可能小错 因为你不是我同党嘛 小错变大错 大错就是最无可遮 最好杀掉 啊 自己的人犯一次两次 啊 或者大错 哎呀年轻人嘛 给点机会嘛 谁不犯错 啊 所以人就是普遍 非我族类奇心弊异 啊 自己的人 什么都好啊 所以这个小孩子 自己的小孩子犯错 啊 人家都说 哎呀正洁啊 怎么上来 哎呦小子很乖啊 正洁从小很乖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他这个一定有什么问题啊 他没那么坏啊 人家说他把正洁杀人坏 因为自己小孩 哎好 别的小孩一点点错 那么这个小孩子 蛮坏透了嘛 宰了他 关键了 关事为止 所以人就是有这种啊 分这个礼物啊 分亲属 反正越亲的 啊越好 啊 关系越有了 光我屁事啊 死掉活该 所以人就是人的劣根性啊 人有种心理 好 那我们来了解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很多话 有时候讲的有时候不见得好听 那不是说跟谁有恩有仇啊 而是说我们把这个道理讲个透啊 并不是说讨厌谁喜欢谁 而是说我们凡事情讲一个道理啊 讲道理有时候这个人不对 我们讲的可能重一点 好像跟他有仇 没有仇 因为他做的不对 我们把道理讲出来 有时候我们讲一个很好 而不是喜欢他喜不喜欢的问题 而是他好嘛 所以人有的时候很讨厌 我们说这个人做对了 我们就承赞他 哎呦干嘛啊 你跟他亲戚关系啊 你喜欢他啊 你有什么目的啊 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做错了 我们就批评他 有些人就没办法 啊干嘛啊 你讨厌他啊 你跟他有仇啊 你跟他是什么事情啊 你怎么对他这样 不是 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啊 至于说 承赞人说好听的 批评人说不好听的 那有人会无限延伸 啊你喜欢他 啊你讨厌他 那这就是很无聊 再这样我们了解意思 我们再把它练一遍啊 那这样说 因为你意思了解啊 就会比较知道这个意思 是 The fox and the grapes The fox one day spied a beautiful bunch of ripe grapes hanging from the vine trained along the branches of a tree The grapes seemed ready to burst with juice and the fox's mouth watered as he gazed longingly at them The bunch hunted on a high branch and the fox had to jump forward The first time he jumped he missed it by a long way so he walked off a short distance and take a run and leap at it only to fall short once more Again and again he tried but in vain Now he sat down and looked at the grapes in disgust Where the foot I am he said Here I am wearing myself out to get a bunch of sour grapes that are not worth caping it and off he walked very very scornfully there are many who pretend to despise and below their which is beyond their reach 所以整个讲 这一片的 玄外景就三个 酸葡萄 所以酸葡萄 就是从这个典故过来的 所以一说语言很少嘛 所以就是 不管中国或外国 就很多 以前讲的 就变成成成语 四字成语 或者是 这个很多的 业语 铃语就从这很多故事 很多古代人 他的写文章 讲话 或者一些情况 就变成成语 或者铃语 或者业语 就将过来 酸葡萄将过来 好像有15个YouTube频道 麻烦这个 这大家15个都按订阅 所以这个 有一个网友 好像觉得我视频不错 他就问我说 哎呀 你的 你的视频怎么量这么大 你怎么有15个频道啊 然后 一般人是一个频道 一个账号 一个频道 你怎么有15个啊 然后这个 一般人就是弄个二三十个 四五十个就不错了 当然有人 可能一百个也有 有的人就是 比如说都是讲一些新闻 每天讲一篇新闻 每天讲个什么 也有几百个 也有 当然有人上千 不一定 但一般人嘛 就是玩票的 弄个 有人少的 五六个 有的人 十几个二十个 有的人三四十个 我三千多个 15个频道三千多个 所以有个网友说 怎么那么海量 问我多久 问我每天 我到底花多少时间 也不多 一天 一天大概录两个 两个小时 整理资料 三个小时 就在弄五个小时 可是海量 为什么那么大 因为我的英文啊 有资料库 因为很多年了 早就资料库 所以整理起来 效率很高 如果没有资料库 每一个都是重新开始的 那我也说不完 因为我资料库 几十年下来 而且很多东西啊 都在我脑袋里面啊 所以这个 也会比较有效率 也会比较 效率还高一点 而且我录啊 几乎一次到底 很少说 哎呀觉得哪里不好 重录 太少了 反正就是一开始 一讲 就是录到底 录到底 中间 一点点小螺丝 或者什么 无所谓 所以我讲话就是 噼里巴拉 我讲这个也不 不太打草稿 也事先也不必 怎么多想 反正就是 在准备资料的时候 就是思考了嘛 所以我一讲就是 一次 几乎很少重录 除非有时候软体当掉 电脑当机 那没办法 不然的话就是 一次录到底 所以麻烦大家 把我15个频道 全部按订阅 表示鼓励的意思 这集讲证